好运不过三代 三星三代都行贿 只有李在荣被逮 南韩总统蒲锦惠 暴示的闺蜜干政丑闻 笑到三星掌门人李在荣 17日凌晨被以贿赂等罪名遭逮捕 让他成为三星开设79年来 首位被公职力逮捕的三星掌门人 其实三星从创立到现在 都与政治托不了关系 三代都曾贿赂当权者 人说富不过三代 对三星这大财团来说 好运不过三代可能比较贴切 三星创始人李炳泽 1938年在大邱成立了三星商会 主要经营水果鱼干 出口去中国的业务 他在1966年时 曾以镜头水泥为名 走私糖金原料 从中赚取的获利 有很大一部分 成为当时总统普正希的政治现金 尽管当时他被冠上贪污罪名 但最后仍全身而退 到了第二代理见习接班 1995年他被指控和前总统卢泰宇 两人至今有不正当的秘密资金往来 当时遭调查被判两年 缓刑三年 之后三星还捐出8000亿韩元 作为社会基金向社会谢罪 不过在2005年 三星又被曝出了X岛案 被指控对多名政界与检调官员 送李行贿 当时人在美国的李建西 紧遭书面调查 最后也摆脱嫌疑 到了第三代少主李再荣 同样也被控贿赂挪用公款罪名 尽管他坚称向普警惠 闺蜜推顺时送钱 都是因为普警惠施压而做出的不得已举动 忍着闹得被法院批准逮捕的下场 这次闺蜜案在南韩闹得沸沸扬扬 想象爷爷和爸爸全身而退的机会 可能为辜其为 闻其中心最后一会